诗篇第三十四篇 我要时常称颂耶和华 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 我的心要因耶和华夸耀 困苦的人听见了就喜乐 你们要跟我一起尊耶和华为大 我们来一同高举他的名 我曾求问耶和华 他应允了我 就我脱离一切恐惧 人仰望他就有光彩 他们的脸必不蒙羞 我这困苦人呼求 耶和华就垂听 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的使者 在敬畏他的人周围扎营 搭救他们 你们要亲自体验 就知道耶和华是美善的 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 耶和华的圣民啊 你们要敬畏他 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 少壮狮子有时还缺食挨饿 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孩子们 你们要来听我 我要教导你们敬畏耶和华 谁喜爱生命 爱慕长寿 享受美福 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 不说诡诈的话 也要离恶行善 寻找 并追求和睦 耶和华的眼睛 看顾一人 他的耳朵 垂听他们的呼求 耶和华的脸 敌对作恶的人 要把他们的名从世上除掉 一人哀求 耶和华就垂听 搭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亲近心中破碎的人 拯救灵里痛悔的人 一人虽有许多苦难 但耶和华搭救他脱离这一切 耶和华保全他一身的骨头 连一根也不容折断 恶人必被恶害死 憎恨一人的必被定罪 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性命 凡事投靠他的 必不被定罪